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淘宝买的一个新的机器人平台 这个叫做Stuward Platform OK 这个一共有6个伺服机 1,2,3,4,6 6个伺服机 OK 那透过这个伺服机的这个控制 可以改变这个平台的角度 试试看看,像这个,我马上编到尾这个 2号伺服机 这个是我马上编到尾这个7号伺服机 大好,大好手控 看我动这伺服机的时候平台角度就不一样 OK 看一下这个 维基百科 Stuward Platform 这边有个动画 不过它这个 跟我 跟淘宝买的不大一样 这比较高级 它是好看起来好像是抑压的 有6个自由度,6根柱子 淘宝这个 是6个伺服机 这比较便宜 它这个 OK 它给我的这个 控制器很糟糕 这个 不知道是哪里弄的这个 Arduino Nano的这个 Compatible的这个板子 不是很好用 还用一个这个 Shield 这个Shield 好像也不是很好用 这个Shield的那个 接的电池没有办法 直接就供应那个 这个Servo 它经过一个 Recurator 所以这个 板子也不怎么好用 OK 好 所以我后来 换成我自己的板子 这板子在这边 自己的板子这个接这个 7.45的这个电池 电池可以直接供电给这个那个 Servo 给这个伺服机 这样会比较这个 可以提供比较好的电力 不用经过Recurator 好 我们来试试看看 我做一个程式 本来是要想把这个 乒乓球给这个 往上激发的 可是这个 淘宝卖家给我的这个 伺服机好像不够力 可能是伺服机不够力吧 因为程式改老半天的 是改不出来 都已经 尽量让它这个 跑快一点 可能再找研究生 把这个伺服机改看看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 直行的结果好了 这个泡在这边 我把这个泡打开 泡打开 在这里 OK 看起来蛮有力的 可是又弹不起来 速度还是不够 速度再快个一遍应该就可以 看一下 弹不起来 几乎快弹起来 可是就弹不起来 这很耗电 OK 把它关掉好了 这个会烧掉 好 OK 大概就这样 有个伺服机 这个伺服机 这蛮贵的 他卖我这个电尾没有多大用处 当初 他又不能直接单买这个机构 买了 花了3000多块 有点贵 自己做应该只要1000多块 可是要让很多时间 好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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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